大概有70%的孕婦 会经历这个孕吐的过程 甚至还有人说 她可以吐到可血 如果你不想要错过 怀孕育儿亲子相关的资讯 记得订阅我们YouTube频道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 很多妈妈会有孕吐的状况啊 那因为每一胎呢 可能都不太一样 像我自己啊 第一胎没有孕吐的状况 那是第二胎啊 但是吐得很惨啊 所以呢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 王沛君医师呢 来跟我们分享 孕吐呢 该如何改善 欢迎王沛君医师 大家好 我是蔡君医师 为什么呢 会有孕吐的状况啊 那通常呢 都可能发生在几个月的时候 通常会在 怀孕两个月到四个月 是最明显的 高峰期 那会在早上的时候 症状会最明显 但是我们也是有遇过啊 一直到怀孕的后期 都还是有孕吐症状的 那这个严重度 其实每个人差满多的 那为什么会有孕吐的主要原因是 那这主要还是跟我们的荷尔蒙 像是HCG啊 黄体素 是有关系的 但是确切造成的原因啊 现在也还不是那么明确 但确实有研究指出说 大概有70%的孕妇呢 会经历这个孕吐的过程 那也有提到说 双胞胎或是多胞胎的妈妈呢 会比单胞胎还要来得更明显 那像是比较年长才怀孕的 或者呢是已经生过孩子的金产妇 她的孕吐状况 就会比较轻微一点 那这个也跟遗传也有一些关系 所以呢在怀孕的时候啊 也是可以先去问一下自己的妈妈 你当时的状况怎么样 所以就提早有心理准备 有时候啊 我们孕吐很严重啊 其实妈妈会担心说 我们这样一直吐一直吐 我们的宝宝啊 到底有没有吸收到营养 大部分的孕吐呢 对于宝宝 其实是没有太大影响的 除非说有一种比较少进的状况 我们叫做韧成巨吐 你吐到了你的电解值不平衡 然后吐到你连胃酸啊都吐出来了 那觉得整个食道非常的灼热 甚至还有人说他可以吐到咳血 那这种呢就一定要去就医 我想请教佩俊医师啊 我们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可以改善我们孕吐的状况 针对比较严重的孕吐的话 其实还是有一些可以帮助的药物 像是维他命B6或者是抗组织胺 那这些药物在临床分类上都是属于A级的 对孕妇比较安全的 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话 也还是可以去需求妇产科的帮助 那像我当初孕吐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 哎能不要吃药就不要吃药 那如果像医师你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啊 你都会是怎么去建议妈咪的 确实是怀孕的妈妈大部分还是会倾向 能不要吃药就尽量不要吃药 不过像我自己本身也是有孕吐的这状况 也是吐了一阵子非常的不舒服 所以我还是有开立一些中药来去调养 但也确实有一些中药呢 并不是那么的适合怀孕的妇女 所以也不建议说妈妈会去上网搜寻说 我应该要吃什么东西 然后自己去药房抓药 这个确实也是不太建议的 那如果我们可能不是很想要用药物的话 建议也可以做一些穴位的按摩 这个对孕吐也会有帮助 那大概有两个穴位我们会蛮常应用的 一个叫做内关穴 大概呢我们就是晚恒纹三只手指 中间的地方然后用力的按压 那这个穴道啊 我自己使用起来我觉得蛮好用的 在想要呕吐或是早上起来 有严重耳心感的时候 两只手的内关穴会用力的按压 那另外一个穴位呢在我们的脚上 它叫做足三里 膝盖不是有凹下去的那个 四只手指的地方外侧 对这个 这个点 对对对那个点 然后那个点用力按压 也会有蛮明显的酸胀感 对 所以呢在孕吐或是有耳心感的时候呢 这两只脚的足三里穴 两只手的内关穴都可以进行按压 会有蛮好的缓解效果 我自己的经验是呢 你只要有一点开始防卫了 我就会赶快用力的按两手的内关穴 就是不会真的吐出来 这很重要 真的是一个很方便的穴道 对我也这样觉得 而且蛮好用的 我们脑子中留下来的东西啊 真的还是非常的好 如果妈咪真的很严重的话 还是建议要去看医生比较好 医生会依照你的状况 提供你更正确的知识 这样的种柄呢我们随便在网络上google啊 可能会造成我们呢 或者孩子的伤害 那另外我自己也有一个经验是 有一个东西叫止吐手环 它是有点像是护腕 然后在内关穴的地方 有一颗圆形硬硬的小球压在这里 它其实也是应用中阴穴位按压的原理 就是刚才有教大家的内关穴 那你就是整天戴着那个两手都戴 想要呕吐的时候呢 就朝着那个圆球用力的按下去 妈咪们你可以去搜寻一下 止吐手环呢是什么样子 你可以挑一个你喜欢的样式来搭配使用 那想要请问一下佩君医师啊 有没有建议呢是吃什么 那像例如说有人是说 啊吃酸的东西啊 对熨吐有所帮助 我其实会建议柑橘类的水果啊 会比蜜腱还要好一点 那另外在饮食习惯 我也会建议可以少量多餐 然后在餐间呢 如果肚子饿的话 可以吃一点点苏打饼干 综合一下胃酸 缓解那种想呕吐的感觉 也是可以从生活中常见的食材去做选择 像姜就是很好的食材 那有一些研究也有提到说 苹果啊对我们熨吐也会有帮助 那总之呢 那高糖高油高盐的东西 都还是要特别注意 佩君医师呢 刚刚有提到几个食材啊 例如姜啊柑橘类还有苹果等等 那我们之后呢 会跟营养师搭配啊 会拍一集相关的 那如果爸爸妈妈有兴趣可以follow我们 那这边呢再询问一下医师啊 那我们在饮品上面呢 有什么呢是适合会韵吐的吗 你喝的 鲜炸的柠檬柑橘类果汁都还蛮建议的 那另外还有水果醋 也都是可以试试看 那另外还有看到其他孕妇社团啊 那些妈妈们提供的少偏方 那像是有喝气泡水的 然后也有说 还要吃很酸很酸的食物的 那其实这些有没有效是蛮见仁见智的 但我确实也蛮建议如果这件事情 对于宝宝是没有伤害性的 确实都可以去尝试看看 找到最适合你的方法 像我之前那时候双宝妹孕吐的时候啊 我就是少量多餐啊 然后含姜片 就可以缓解孕吐 谢谢佩君医师呢 今天和我们分享关于孕吐饮食的啊 或是孕吐相关的资讯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帮大家统整这一集的重点 第一孕吐呢 主要是跟荷尔蒙和环体素有关系 第二大多数的孕吐啊 对胎儿呢不会有影响 第三吐到食道着山 开始销售等等的状况就要就医 第四可以试试看姜苹果 柑橘类缓解不适感 第五按摩内观穴 竹山里穴会有帮助 第六减少高糖高油盐的食物摄取 妈咪们你们怀孕的时候啊 有孕吐的状况吗 第一有 可以告诉我们呢 你从第几个月开始孕吐 那你是怎么缓解的 第二没有 第三其他 欢迎妈咪们呢 在下方跟我们留言分享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 记得呢在下面点选 超级感谢来支持我们哦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 这样你才不会错过任何精彩的影片 非常感谢谢彬医师 今天来跟我们一起拍影片 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啰 拜拜 最后呢是挑食相关的绘本 第一 邦邦爱汉堡 第二 一小口就好 最后呢是鼓励动手做的绘本 今天的点心 我们下支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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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支影片